近期有位古装跳舞走红的胖女孩 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也引一众网友心疼 她旧级复发 一度被医院下达病危通知 靠输液与吃昂贵激素药保命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这位坚强乐观 对生活充满热爱的胖刀妹妹 到底怎么了 本期榜榜跟大家聊聊 令全网心疼的胖刀刀刀妹要快乐 胖刀妹妹今年21岁 叫王米 是四川卢州市吉隆村民 她的父母平日里在老家务农谋生 自12岁那年 胖刀妹妹突然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 为了控制病情 不得不吃激素药 这也让她原本苗条的身材快速发胖 也因肥胖的身材 让胖刀妹妹受到不少人的嘲笑 不过小姑娘并没有被击垮 也并没有被外界的纷扰 一蹶不振 反而积极配合治疗 开心享受生活 因胖刀妹妹身患红斑狼疮 身体不好的她只能在家休养 为了鼓励 也为了给自己找些事干 她开始在社交平台 发布一系列跳舞的视频 视频中的胖刀妹妹身穿 古装翩翩起舞 刷碗前先来个琵琶版会员甲 在简陋的房子里 跳万江古风舞 挑战爆火的飞天敦煌舞 虽说胖刀妹妹服装简陋 舞次也不够完美 但她自心乐观的态度 感染了很多网友 天气好的时候 刀妹也会穿上古装走在大街上 面对路人差的眼神 她大方回应 还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翩翩起舞 她像是从唐朝穿越而来的胖美人 靠着一系列跳舞视频 胖刀妹妹在短视频圈了不少粉丝 身体所好转的她也会努力减肥 瘦下来的刀妹是个五官清秀的姑娘 得知她的经历 网友们更是纷纷心疼 然而病魔还没有打算放过她 刀妹好不容易从过去的苦难中 跳到更大的舞台 但上天总会在关键时刻给你致命一击 2021年的10月份 刀妹再次因红斑狼疮复发 住进医院 更糟糕的是 这一次病情来势汹汹 不但周身乏力长出湿疹 血小板急需减少 也导致全身出血 让网友提心吊胆 无比揪心的是 经过紧急抢救后 刀妹一度被下打病为通知书 红斑狼疮是一种免疫性疾病 病因不明 发病缓慢 隐习发生 这套服戴着口罩出神的模样 让多少帮我们心疼 明明正值灿烂的20岁 却要遭遇疾病困扰 农村有句老话 麻生只挑戏除断 厄运指导苦命人 刀妹虚弱躺在病床上 接受各种检查治疗 还插着氧气管尖拿吸氧 脸上一块块明显红斑 更显触目惊心 而每天7000元的治疗费用 更让人心生绝望 无奈之下 刀妹决定求助网友 经过一段时间的扩散 不少网友看到了 刀妹的求助信息 有不少社会爱心人士 捐献自己的一份心意 在家人及网友的帮助与鼓励下 胖刀妹美心态 逐渐积极起来 患病之后 刀妹也频繁在社交平台 更新最新情况 截止到目前 刀妹也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但性格乐观积极的她 也在社交平台感谢大家 刀妹活了21年 也没有去看过大海 出院后 她想去海边吹吹风 棒棒以为 光明会驱散黑暗 神明早晚会降临人间 而热心旺旺的出现 成为刀妹永恒的救赎 希望刀妹能够治疗成功 可以看一看梦寐以求的大海 也希望刀妹平安健康地 回到大众眼前